成功的时候啊 你的朋友会重新认识你 可是当你失败了 你就会重新认识朋友 对 那命盘本身 在我来讲 它就是一张 EQ命盘 情绪命盘 命盘决定个性 个性决定你的情绪 情绪又决定了你的行为 你的行为就是你的命运 当你照命就是控制情绪 我常说 逆着个性做人 很多人误会了 以为说逆着个性是要委屈自己 有时候不对 其实是为了要宽容别人 你这个讲得很深 因为委屈自己 到最后就会爆发 当我知道 他的命盘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他就会产生 什么样的情绪或行为 一旦我知道了 我是不是就比他高一等 你这个跟我之前讲 听到那个宽容其实是高姿态 当然了 原谅是高姿态 感恩也是一种高姿态 对 所以当你感恩 你的贵人就会增加 当你抱怨 你的小人就会增加 对不对 尤其是人成功的时候 得意忘形 小人一定增加 绝对是 很多人嫉妒 羡慕恨 而且在那个时候 你会心忙 你的心忙了以后 你会看不清楚真实的状况 所以我们都说了 成功的时候 你的朋友会重新认识你 可是当你失败了 你就会重新认识你 朋友 老师最新的课程 现代命理必修课 开始募资咯 留言知命照命 领取课程300元折扣券